将从直上谈兵化为实际讨论 甚至关键发展 传出说克拉奇有可能会亲自来台湾处理这个事情 根据评媒媒体报道 两国经济与商业对话 由我外交部正跟美国国务院磋商中 只要规划好克拉奇的访台时间 最快九月就能成真 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后 又传美国官员有望访台 虽然克拉奇布鲁阿扎尔在总统继位顺序名单之上 但他在国务院仅在蓬佩奥和副国务卿毕根之下 被称为国务院第三把手 主要接受经济和商业事务局 能源资源局及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的行政汇报 那如果次国务卿克拉奇来台湾的话 那他的层级又比阿扎尔卫生部长高非常多 他在政治上的意义会非常的显著 根据白宫公开资讯来自加州的克拉奇 目前还是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备位行长 掌管开发中国家的金融贷款 几乎是接轨国际的重要拼图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中国届时或许又将对台对美软硬兼虚 但美国近期对我释出友善讯息 又让双边贸易看见曙光 更让台美两国友好 已然达到新顶峰 三立新闻前家我们方伯峰 邓威采访报道 那我们肯定可 SN 宝戏 摔